我们当中呢我们报道了南京的银行行业首次参加直播数值评议 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 今天呢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南京银行继续接受评议 继续现场报道 大家好我是江苏城市总道的记者 这样是刚才那个媒体的监督员也提过这个问题 但是在我实际的采访过程当中确实也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有些客户的大额存款即将要到期了 那在到期前的一两个月呢 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这个基金公司的业务员呢 就开始几次三番的打电话 甚至是上门来拉业务 我曾经遇到一个一位老人啊 他是75岁 花了100万买了一款这个信托产品 但是仅仅三个月就亏损了十几万 还上了三位这个银行的领导 如果这一位老年人就是您的客户 您怎么给他一个交代 把一个高风险的 你才才卖一个 卖给一个老年人 特别75岁的这个老年客户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不道德的评议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 如果我们的员工存在误导 甚至这个欺骗的话 我认为我我中美银行一定会严格处理 第三 我们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 六十个以上客户作为销售件的 理财产品的时候 销售的时候 我们双人销售 绝对防止 这个这种现象再次发生 建成银行业表示 要严格产品准入 今后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不在银行销售 针对前期出现亏损的客户 建设银行会给他们推荐一些 有把握的产品 并减免一些管理费 市民汪小姐曾经办理过一张银行卡 但是平时很少用这张卡 最近也没有收到银行的催款单 有一天 汪小姐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提醒她 信用卡已经欠款 需要立即偿还 几天后 一位穿着制服的人 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 来到汪小姐家里讨要欠款 并声称 掌握了汪小姐和家庭成员的所有信息 为了避免受到骚扰 汪小姐只好偿还了2000多元的欠款 事后 汪小姐从银行了解到 上门催债的并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而是委托的第三方公司 对此 现场的监督员提出质疑 银行随便把客户信息交给第三方 用以催款 是否践踏了客户的信任 三家银行均承诺 要对第三方的催债公司加强监管 并对所有的催款电话进行录音 此外 有航风监督员反映 用信用卡购买汽车 办了分期还款业务 分24个月还清 每月要向银行支付 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的手续费 即使提前还款 也要偿还24个月全部的手续费 航风监督员认为 该规定是霸王条款 最终三家银行的得分为81.53分 在已经评议的九场评数中 倒数前三名中 银行业占了两席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昨天我们在报道 银行航风评议的时候 我在节目里边做了两句点评 然后今天有两位网友 在微博里边 爱着我 给银行的工作 这个名冤叫区 我就做了一个转发 微博一转发过来 这网友非常有意思 立刻把自己的帖子给删掉了 连自己的网名都给改的 找不着了 当然我觉得银行的工作 可能从辛苦的角度来讲 银行的员工更清楚一些 但是你的服务态度好坏 你的服务质量好坏 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你看到目前为止 倒数前三位里边 银行业就占了两个 我觉得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次航风评议当中 银行被群众广泛质疑的问题 你说哪一个是新情况 哪一个不是老问题 哪一个不是一直就久拖不绝 不被银行重视 不被解决的问题呢 你说这是能力的问题 你说这是技术的问题 我看作为银行业本身 首先要调整的 首先要端正的 恐怕就是你的工作态度 你的工作态度